大家好,我們又回到今天的直播 關於星南亞第四次飛行測試 這次測試相當圓滿,相當成功 當然會有一點瑕疵,我們待會和大家說一下 這次我們應該是一個里程碑,相當成功 所以都會有些事情去分享 還有會展望一下未來的去火星、去月球等等的情況 又會怎樣呢?好嗎? 見到網友在這裡,大家好 剛才我們直播這樣說,我們就邀請了陳博 陳博士今晚是很忙的,所以陳博士今晚的時間 就真的做不到直播,但是不要緊 我們也在這個賽後做一個報告 跟大家說一下,究竟現在星南的情況是怎樣的 陳博士你好 好,Larry好,大家好 我原本就想保持傳統可以即場評述的 但是因為要應邀去另一個場合有些演講 所以我要做了那一段 一直我回程途中 自己在電話裡看著SpaceX的直播 其實都覺得很精彩的 總體上就很成功 所以現在都可以做一個短短的賽後檢討 是的,我相信有些網友也有看到 我們就一直在等待他們的數字的時間 一直在等待 然後到他們適合的時間 然後就開始發射 我們先看看網友陸續進來了 我們先問一下陳博士 就是這次是第四次 可不可以我們先總結了 就是在頭三次 究竟在那個星南的發射上 我們看到包括有些什麼的學習點 就是我們看到些什麼 還有你覺得在第四次之前 就是發射之前 你覺得那時候星南 它有沒有什麼目標去實現呢? 那如果是剛好錯過這次發射的朋友 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 就讓大家網友進來的時候 都可以提一下recap一下這些事情 那其實是 又記得在第三次試射的時候 那是前面推進 就是前面的那一節的Starship 和下面推進的那個Super Heavy 照常升空正常地分離 然後希望的就是說 無論是前面那一節和後面那一節 都能夠回到預定的地方 那裡以一個安全形式著陸 但是呢 當時就看到就是說 無論是下面Super Heavy的推進 它掉了之後 下來之後 就沒有正常地回到預定的地點 那空中就消毀了 那另外 就算前面的Starship 雖然經歷了另外額外城 一個小時頭的飛行 也都完成了一些 它原定設計了一個油缸 注入另一個油缸 是一個火箭內部的由一個缸 注入另一個缸的測試 都成功做了 打開了一些倉門 但是在最後一個我們都認為幾關鍵的部分呢 就是要能夠做到Soft Landing 能夠可以以一個合理的速度降落 在那個預定地方的海面呢 都是做不到的 最後都是消毀了 所以上次呢 可以說都八成成功 但是就是差那個 就是兩節那個火箭能夠平安 叫做比較 維持原本的形狀和功能 可以到達預定地點的這個目標呢 是上次第三次試射沒有達到的 而今次呢 第四次這個試射呢 目標很明確了 就是要做完 就是說 建議要是功能完整地到達這個預定地點 那麼在剛剛這個完結的那個 就是較早前 就是一個小時前左右 完結的直播那裡你就看到 就現場就非常興奮了 那麼大家都歡呼就覺得 基本上就是說 兩個重大的部件 都是保留了去原有完整的功能 那麼雖然有一些地方好像有些東西爛了 那麼一會稍後可以再評論 那麼但是總體上 兩件東西都是以一個完整的功能 到達了原定計劃的地點 那麼就都叫做一個是軟著陸 嗯 那麼我們見到呢 就是今次呢 第四次呢 好像是一次過做完 頭三次做不到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今次呢 去衡量呢 就是那個成功的指標呢 那麼陳博士 你會不會 就是怎麼樣去分 可能幾個critical point 就是重點啊 就是今次成功的地方 怎麼樣去簡單總結一下 那麼首先就今次成功 一定是建基於先前很多次那個失敗的 那麼有一些 就是先前第一第二第三次呢 有很多問題發現了 於是乎每到下一次試射的時候 都是會改進了一些的問題 那麼但是有些問題還未乾淨地解決的時候呢 於是乎累積到今次叫第四次 所以可以 就是會叫做 98 99%叫做完滿的了 那麼所以剩下來呢 就是一些可能濕性一點的問題 這樣 那麼回顧一下啦 第一次試射的時候 整個過程 就是我和Larry都有跟 就是時候做一個節目 那時候就是整個發射過程 那個直播四分多鐘完結了 因為呢 兩節火箭呢 連分離都沒有做到 連順利分離都沒有做到 那麼跟著就爆了失控爆炸 但是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些人看到失控爆炸 那都叫做成功離得開地面 他們都好像拍了手掌了 OK 同時間也都發覺就是 很多支那個火箭仔 因為它由 比如說那個Super Heavy推進器 是由33支火箭仔 殺在一起去組成的 就有些就不受控啦 不能夠重新再延點啦 有些走著就沒有了 就是點點下又不著啦 那在第二次試写的時候 就基本上解決了這些問題 到第二次試写的時候呢 就第一次有做直播了 那它就成功分離了 OK 同時再加上做了一種叫熱分離的形式 但是呢 分離了之後 沒多久呢 那個Super Heavy的燃料缸就爆炸了 因為有一些裂縫啊 洩漏那些東西 然後呢 那個前面那一節的Starship 也都是飛了不久之後呢 也都是沒有去到預定的地點呢 就已經是消毀了 所以第二次比第一次呢 是多了成功分離的部分 就是這樣 那麼去到第三次 你又看到有些進步了 成功發射每一支火箭都齊齊整整 預定時間分離 也都是用了熱分離的形式 然後呢 就依然存留的問題就是 兩節火箭都沒有按照那個預定計劃 去在預定地點做soft landing 但是走的距離就遠了 無論是下面那支推進的Super Heavy 它都是掉落到差不多去到地面的時候 才啟動那個自我消毀 到前面的Starship 又是差不多去到目的地的時候呢 才是消毀了 就做不到soft landing 所以就去到這次第四次呢 你會發覺呢 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完全是去到預定地點那裡 而且是去到水面前 它還可以懂得調整好自己的姿勢 是整支筷子打凍這樣插進水 那當然啦 因為沒有一個堅實的固體的平台在那裡 所以它打凍插進去之後呢 接著關了引擎 慢慢地打側就躺在水面那裡 總體上就是一個軟著陸了 那些東西不是說爆了散了爛了 這樣去到地了 而是可以完全殺到它真的速度零 然後在那個水面那裡才慢慢躺下 那你就這樣看到一步一步呢 就走到今天前後年多的時間 以這個這麼大的工程 不要忘記這次是一個 人類史上最大推力的火箭 那排第二勁那支 還有十年八年都還不知道能不能開發 那它是搖搖領先 而且還要做到一個地步就是 是可以軟著陸 就是說非常之有這個可回收再用的潛能在那裡 那麼一個就是相對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洞分離 或者一個難分離 那其實它們兩個技術上有什麼特別 還有哪一個技術 是不是Hot Staging的技術上是難做一些呢 那又記得我們第二次試鎖的時候 它第一次引入這個Hot Staging 我們都有提過的 Hot Staging技術的要求是高一些的 但是它可以客觀上呢 是做到更加節省到有效地運用燃料 那麼比較什麼叫做有熱分離 就是有冷分離 冷分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兩節這個火箭一路推到上去 推一下的時候呢 就將它解鎖兩節分開 那麼分開了的時候呢 分開那一刻呢 前面那一節的Starship呢 是不點著著的 是真的等它們分離了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然後才等它再點著 那麼這個呢 就是說它分離那一刻呢 上面那支是未點著的 所以叫做冷分離 那有個壞處就是 你中間你就浪費了一些的速度 你這麼辛苦將整件東西推到這麼快 但是你中間有一段時間 要等它離開了之後才再點著 那就是中間會有一段時間是 完全沒有推力 那麼給個地球引力去把它拉回慢了 那就是蝕了的 那所以熱分離技術呢 就是想那些東西叫做 有一點像我們玩摺力遊戲了 你是一路跑著來接著的 就是一路呢 下面那支火箭都沒有跟你上面那支 分開的時候 上面那支已经在点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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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就要加一個環 你可以叫做一個buffer 就是一個分隔兩部份 就令到後面那支就沒有那麼容易受損 也都令到那些氣流穩定下來 是令到前面那支是獲得那個推力就更加有效 當然了 如果你要做一些這麼偽高人膽大的事 你就要面對就是下面那支的火箭 會被上面那支東西噴到一下 頂不頂得住啊 所以由第二次試射開始 中間有一個叫hostage ring的那支東西 那支東西不能少看的 我們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小戒指 但是你要放在一個這麼大的結構上 只是那個環都九噸那麼重 在這次的第四次試射 他們又加了一個挺特別的安排 我覺得是一個暫時性安排 就是這個hostage ring 在跟前面那支starship分離之後 它跟後面那支的super heavy 都分離了 整顆就掉了出來 令到後面那支的super heavy推進器 在降落的時候可以減重 還有令到它的重心不要那麼高 從而令到它降落的時候 然後去修正它打直的那個姿勢的難度就降低一些 那個不好處就是 那你那個九噸的hostage ring呢 就垃圾這樣扔了下海的了 就撈不回來了 整件東西就沉了了 那你說將來會不會再貼回來再做一次呢 那我覺得將來他們是長遠目標是這樣的 因為令到整支火箭的那個回收率是提高的 那你假假地都九噸就是很精煉的物料 那如果就這樣扔掉它就很浪費了 嗯 是啊 那所以接著道理就應該會做回收啦 但是我們在這個stage呢 我們又不知道那個回收是怎麼做 就是說會不會狂開降落傘 就等它不停的減速那些情況啦 但是我們又不知道它回歸的時候 如果只是開降落傘 那降落傘本身它受熱的位置又受到很厲害 那個物料要怎麼設計 它要開幾多個傘才可以讓它成功下降落傘 好了 下降到它究竟是陸上回收還是海上回收呢 我想是不是都很多細節的東西呢 都仍然有代替Space 我想他們的目標是想做到那個hostage ring 就不要跟後面那一支super heavy分離 就繼續是整支這樣一次過搬回下來 但是呢 令到整件東西的重心高了 那你降落的時候 修正它的姿勢的難度會高了 那起碼這次試一個software行不行 再試一下呢 下次加重一點 就是頭重尾輕的程度呢 再嚴重一點 留回hostage ring在那裡 看看都能不能下降到呢 那我覺得呢 就是未來要克服的一個挑戰 所以你都會看到這次的距離 就是這個距離最後可以交貨的完成度呢 是會還差一點點啦 但是呢 反而不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那不止的 Larry 你有沒有看回他們SpaceX的直播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看到最尾的呢 我最後沒有 因為我差不多總之了 是的 我呢 就一直就 就是乘車回來的時候呢 就看著它最... 就是有幾個彎頭我都看到的 它後面的super heavy 成功落回墨西哥灣的海面那裡 那一刻看到啦 那一刻大家很開心啦 Elon Musk自己都馬上在Twitter上出了個Tweet啦 那然後呢 到隔了差不多大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輪到前面的Starship就落地了 但是落地之前那十分鐘呢 看到畫面那裡呢 挺嚇人的 如果有看的朋友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呢 因為在這個Starship那裡有個鏡頭 是影著它那個船體 旁邊看到的影像 那我們一如以往見到 它在跟大氣磨擦那些暗紅色 甚至帶紫色的梨子的那些東西 就很精彩啦 那也都看到它的物料跟大氣磨擦啦 但是如果你去到最後的十分鐘 已經重新回到比較濃密的大氣 來地面只剩下20多公里的時候呢 它的磨擦還是很厲害的 而且它整支東西的速度 還有這個音速的四倍啊 那個磨擦很厲害很高速度的 你就看到呢 不停地有東西的那些隔熱戰 一塊一塊脫出來脫得很厲害 脫下一些脫下一些 然後最後呢 是脫到呢 它鏡頭拍到那個機頭的 其中一塊那個這樣的定峰液 那些這樣的結構呢 就爛了很多 它的液最後下來的時候是崩了整塊的 而且外面那一陣的隔熱呢 就幾乎掉了 光脫脫 中間你就看到很多火花燒到紅了 這樣的樣子 其實會不會更爛了呢 怎料下來地面的時候呢 就是海面 就看到它呢 功能上還可以調節到動的 那個機械沒有損壞 但是外皮包著那個外表呢 就燒傷了 就是變成了呢 你可以反映到就是 它現在就知道 整支那個Starship前面 那一對的定峰液的其中一塊 就破壞情況比較嚴重 那這個呢 也都要下次如果再有試射就要修正了 就是你譬如那些物料 是怎樣去加強去保護 令它可以捱得久一點 那還有就是 會不會這次只不過是幸運 因為裡面的機能沒有受損到 但是下次你要適當地再加強保護它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觀察 就是最後呢 其實那些東西掉到的地步呢 是直到就是 骯髒到整個鏡頭 最後蒙了什麼看不到的 但是唯一看到的數據就是 它依然保持著一個速度 可以追蹤到它的位置 那所以呢 甚至乎去到淋落地的時候呢 都還隱約看到它呢 能夠整支東西是可以修正自己的姿勢 是打動 整支是打動的插入海裡的 然後還要是在那個海面的時候呢 真的剛剛碰到海面呢 才懂得引擎 然後整支東西才慢慢躺下 那這個都是勉強可以在那個很蒙的畫面上 都還看到 那最後都叫做 確認到絕大部分成功 那小小的下次呢 現在就留在以後 就是下次的時候再改善過去了 是啊 所以這次呢 都真是里程碑來的 那是一個很大的飛躍 那接下來我相信呢 還有第五次第六次去做這些測試 那像陳博士所說的 那有些事情要再做得好些 包括那些我們說的隔熱磚啊 那些位置 那可能它要再強化它們啦 那那個gear呢 就是它要怎樣 就是那裡要弄啊 那整尾調整那裡要怎樣去做 那然後開始研究一下 在陸上回收 可不可以再做得好些 那這次呢 就是它沒有一次過做這麼多東西了 那就是接下來呢 陸上回收 那包括我們講到呢 火箭回收部分 然後Starship下來 那然後就那個Hot Staging 那個Rain 那個環 那又要回收這樣 那所以其實都還有好一些東西呢 要去處理的 那陳博士覺得他們 真的接下來去火星啊 去月球 是不是真的比我們想像中 其實真的近很多呢 都這樣講啦 暫時它的發展速度 就符合日程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那些叫做 重新重返月球計劃 月球建立基地計劃 和他們那個定立那個去到火星的目標呢 可以沒有受到現在這個計劃去延伍啦 那叫做可以暫時還是按著時間表計劃進行啦 嗯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期待的 就是接下來就是任何的 就是Starship他們那個再試射啊 或者其他的那個program 那說起雜貨士 那除了這個Starship之外呢 那接下來的SpaceX 就是它那個 作人計劃啊 或者它其他的計劃啊 那這樣啦 那還有沒有一些其他位置 你覺得是值得大家都留意一下 那有很多日常那些 就是Falcon 9那些試射就 就是無日無之的了 我已經直到現在已經覺得去到一個地步 但是反而有些不是屬於SpaceX的 其他公司的項目呢 譬如那些今天的波音那些呢 也都非常值得留意的 就是那個叫做征服太空的那個競賽呢 當然SpaceX現在遙遙領先啦 但是你看到很多其他的 美國的商業機構呢 其實也都有很多就是 想到很多辦法 去做一些很便宜的 很新奇的就是升空的技術 那我就覺得 就是那些我也都會想 將來慢慢再花時間呢 就跟大家再欣賞一下 那還有SpaceX呢 就是他們做回收這些東西 其實其他的太空公司 我經常覺得都是不是會 就是都會有利益到 就是說我們說有很多 包括馬斯克他另外一個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老友啦 就是我們經常說 亞馬遜的老闆 他有Blue Origin那些東西 是是是 太空公司呢 其實會不會都是 就是今次的Starship的成功 其實都刺激一下他們的business呢 就是接下來如果往返太空 是不是這方面都 太空旅行這件事呢 就是不要說去到火星啊 或者月球啊 真的出了大氣層回來這樣 就是這件事的普及化 可能都可以 在短時間內做得到 是是是 我想呢 對於很多其他 無論是 合作夥伴還是競爭對手都好 或者有些人不是 真的要搶生意的 就是很想去搶機遇的 一些其他公司呢 看到這次SpaceX的成功 就很可能覺得 有很多手上的項目要加快了 因為人家那個火箭這個載具 你準備好了 那我們上到月球 或者甚至乎 將來要上火星的 那些要用的器件 是不是應該要再加快 就令到 就是因為你要搶 就是搶那個機遇了 那譬如你剛才說的 那些Blue Origin 一些在那個月球上面 拿來著陸的儀器 或者是上面 用來做運輸交通的儀器 甚至乎我們先前整天提到的 月球基地上面的能源供應設施 你當你看到這些載具 已經是做好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個競爭就是白熱化的了 就是下一個戰場就是 喂大家要起勢快些 做好了這些這樣的裝置 因為那個項目呢 就隨時準備叫人家 就是要問誰 誰可以交到貨 就要用就要用的了 那所以呢 對於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良性的刺激在背後 對整個那個項目 嗯 所以始終我們每一次都說 載人這個活動 其實都是很高風險的 就是我們講到登月計劃 就是當年 都是充滿著很多不確定性 所以這次這個星藍的試射 就是相對圓滿成功呢 我相信就 今天這個日子都值得是被紀念的 好 那我們就很快去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網友呢 就跟陳博士 一些問題去問一問 我們先看看 好啊 你看看那個chat room 先 好 等一下 這樣就 是的 陳博士好 星藍初級火箭軟著陸成功 是沒錯 是真的厲害的 累積力之前三次的經驗沒錯 那什麼時候可以去看 是的 剛剛幫你問了 好巧和好用是一回事 那當然了 這個就是 美國人那個執行力 是真的很強 我這個呢 真是當八卦話說一下 真是 是不是真是抵押馬斯克法的呢 它是不是真的那個執行力 如果陳博士 你去看回 他們SpaceX的執行力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經常都說 它用的科技 它不會執著於用最好的科技 就是它可能覺得是work就可以了 那你覺得是不是 它那種企業家本質 令到整件事 就是那個management上面 是真的比NASA去自己做更好 我想只能說 就是它比起官方 那個經營少了一個包袱而已 其實你說NASA 當然一直都是吸著最好的專家 在以往的這些項目裡面 那雙營公司沒有一種包袱 譬如先前那一次兩次三次衰了 你起碼都不需要就說 要給別人去聽證 就問你為什麼又浪費了納稅人的錢 為什麼失敗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它的失敗很多時候 就對內部負責 趕快搞定下次再試射 就是它那種 每一次失敗完之後 趕快搶著它 定下下次要做什麼改什麼的東西 是很快的 我不會說這個是Elon Marks 和他們SpaceX公司的功勞 我是覺得整個營運的模式 尤其是交了給一個商業化機構的營運模式 就會看到它這一種 叫做避了官方機構的一些短處 但是反過來 我依然在官方機構做成本很大 時間很長 但是反過來可能你會覺得 哇 那些東西沒有那麼粗之大意 安全系數高一些 就是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第一次試射完之後 地面上那個發射台就亂七八糟的 如果你說是官方機構做的時候 是怎麼會被這些事情發生呢 各有各好有各不好 但是你會見到就是 對於西方國家 它運用了這個市場 還有就是民間智慧的力量 是可以將它引發到提升到一個 非常之厲害的高度和速度 嗯 好 好 看看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 就是那個聲音那裡就差不多了 就是那個情況好嗎 好嗎 那我們如果接下來再有Launch的時間 我們會和吳神博士夾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一起做一個聯合的直播 嗯 那我相信 接下來也要做第五次的 那時間上我們會大家夾夾好嗎 好 謝謝陳先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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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再見 好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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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